当地时间9月4日 意大利喜剧电影《无谓者》主创人员亮相威尼斯 该片由意大利名导演吉安尼·阿梅利奥指导 由曾在威尼斯电影节斩获最佳男演员奖的安东尼奥·阿尔巴内斯主演 影片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米兰幽默却感人之深的故事 主人公是位特殊的临时工 每天要替当天因种种原因无法去上班的人完成工作 今天他是大厨 明天可能是司机 后天也许要去做建筑工人 每天他都有个新的职业 迎接新的故事 与众多好莱坞影星不同 安东尼奥·阿尔巴内斯在加门口出席活动 心情也是格外轻松 他热情地被记者们摆pose 免得大家连连叫好 而导演此次动用的两位新人 利维亚·罗西与加布里尔·兰迪娜 就在红台上稍显青涩 但他们在片中的表演可圈可点 被导演称赞非常亮眼 本片将在主竞赛单元中参与金师奖的角逐 结果将在9月7日揭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